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竟然要等床外的路灯亮了才吃饭 自己家的灯是坚决不开 直到有一天 门外突然来了一个自称是他亲生女儿的女人 打了个电话才知道 原来是过期的套套惹的祸 虽然经过了一晚上 两个人就拜拜了 前女友却因为过期套套意外怀孕 留下了这么一个女孩 于是小气鬼索瓦不得不和这个女儿一起生活 可是跟着这个小气鬼生活着实不容易 连洗个澡都洗不踏实 索瓦觉得费电 女儿洗澡洗到一半 电表就擦了 家里更是贴满了禁止使用的便利签 不过幸好女儿记的母亲曾经说过的话 对这个父亲也是有一些了解的 便默默地接受了这一切 苏儿骗女儿说自己省吃俭用 都是要把钱捐给墨西哥的灾民 女儿信以为真 当小区居民集体来家里跟小气鬼索瓦要管理费 女儿便对他们解释 父亲之所以如此节省 是为了捐钱给灾民 小区的居民听到后 还主动免了索瓦的管理费 在晚会上索瓦不得已捐出了一张三千块的支票 可是转头他就在洗手间里把这张支票撕毁了 这一切正好被女儿发现了 女儿知道了自己的父亲一直都在欺骗自己 于是失望地回到了女儿的身边 小气鬼看到了自己女儿和母亲的对话信息 跑去找自己的前女友质问 却被前女友狠狠地打了他一巴掌 原来自己的女儿得了肾病 来看望父亲是他最后的愿望 可是小气鬼的所作所为 把自己在女儿心中的形象都毁了 电影的结尾 小气鬼索瓦为女儿捐出了自己的一颗肾 救了女儿 又带着女儿一起到墨西哥捐了钱 女儿看着父亲开心地笑着 看来父女俩以后会相处得很愉快 这条电影的主线很简单 前部分一场搞笑 结尾虽然说得有点着急 但也不失为一部优秀的喜剧电影 看来无论是一毛不拔 还是其他的毛病 在亲情面前都是可以改正的 索瓦为女儿也终于结束了 自己那铁公鸡的生活 谁让她还有一个老爸的角色呢 我是小胤 更多精彩电影 欢迎订阅 热影时光 请不吝点赞 订阅